好 继续来看到花莲第一师子会 为了要感谢清洁队员的辛劳 在年节期间 目前特别捐赠了1万元的 加菜金给花莲市的清洁队 那么市长魏嘉昕也颁赠了感谢账 感谢第一师子会的会员 透过实际行动来支持清洁队 日前花莲县第一师子会 300F区会长黄忠毅 协同了历劫会长及会兄们 前往花莲市清洁队 除了关心队员们的工作情形 也致赠1万元加菜金 清洁队非常的辛苦 为我们做这个环境清洁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代表花莲县 第一师子会来捐赠这个加菜金 希望我们在这个 大家在这个春节忙碌之下 也感谢我们新洁队的辛苦 为我们整个环境 能够保持跟以往一样 在此谢谢清洁队 而市长为嘉贤也颁证感谢状 感谢第一师子会的会员伙伴们 透过实际行动支持清洁队弟兄 那我们知道花莲市 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城市 也谢谢这么多的社团 长期以来来关怀我们清洁队的队员 那在清洁队的队员在过年前戏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碌 除了大众废弃物的清运 国家清洁周的一个环境维持 那再来就是我们最近也有一些 零星的疫情个案的一个清销的部分 还有环境的清销 这一切工作都非常非常繁重 那我们希望说在这段时间的时候 民众如果看到我们清洁队员 也给他们多多的加油跟鼓励 那在年后也有非常多的工作 也持续要继续进行 在此我代表所有花莲市民 谢谢关怀这些清洁队员的社团 也谢谢我们辛苦的我们清洁队员 市长为嘉贤表示 由于正值岁末年中 清洁队业务繁重 加上零星疫情足迹的清销工作 让队员们疲于奔命 此时能接受到 第一师子会雪中送炭的爱心 让人倍感温暖 他也呼吁市民朋友 落实资源回收粉类工作 减轻队员负担 并协助清扫住家周遭环境 让市容新年新气象一起过好年 记者 徐立晴 华联士报导